中共以疫情為由嚴控國民出境 2021年上半年簽發普通護照大減98% 7月30日 中共國家移民管理局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通報2021年上半年全國共簽發普通護照33.5萬本 主要是出國留學、就業和商務的申請 簽發量僅為2019年同期的2% 中共移民管理局新聞發言人陳潔稱 這些是根據中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統一部署 對非必要非緊急出境事由 暫時不簽發普通護照等出入境證件 他還稱對於赴境外留學、就業、商務等 確有需要人員的申請經審核屬實之後 會簽發出入境證件 但是有很多中國網民反應辦不到護照 出境受限制 上海觀察人士陳明慧說 國內一直在收緊護照簽發 以及限制公民出境 他說 我的護照幾年之前就被剪了 不允許出境 現在想辦護照就更困難了 我們也不想去辦了 也不只望出國 陳明慧認為 當局防疫只是藉口 還有一個大的環境 就是中共戰狼外交和人權劣跡 遭到國際圍堵的處境 此外 還有一個原因 明年就要進入二十大 黨內各種權力的博弈 包括黨內重新洗牌 重新佈局 關鍵時刻關門打狗 防止高官外逃 而對於中共進一步 收緊護照簽發 原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李玄華 也告訴大紀元 在疫情之下 中共經濟嚴重下滑 中共手裡的錢已經越來越少了 外匯緊缺 他怕中國人出去花錢 怕這些錢流到海外去 另外 他也可能害怕這些人出國之後不再回國 所以更加收緊民眾出境限制 實際上是一種倒退 倒退到關閉鎖國了